欢迎收看由香港电台 以及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节目 《湾区传媒体》 我是陈永雄 大家好,我是帅盈文 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相当丰富 希望看完我们这集节目之后 可以更多角度认识和了解 我们国家最新的发展动向 想更深入认识内地民生发展 就要留意我们湾区新历程这个环枝 不过首先,先带大家去南北快闲 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重榜真迹展 亮相新城 今次展出的107件展品当中 包含6具珍贵的黄金木乃伊 今次展览属于英国曼切斯特博物馆 黄金木乃伊世界巡回展当中的一站 同时展出的还有11幅发油母木乃伊 2.5等大气污染物 实现局部空间高污染空气洁淨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是澳洲下线交付 这是广西省第一辆专属订制的高级旅游列车 整辆车设计了不同类型的包装 除了铁路访车,又是流动的亮丽风景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 佛山地铁二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 标志着佛山迈入商地铁时代 地铁二号线可以说是连通佛山和广州 两座万亿级城市的又一条轨道动物 为共见共享轨道上的大湾区注入生活力 阿贝,天寒地冻,你用什么方法遇寒呢 天气一冻,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借口 去买新衣服 或者我都会选择吃一些暖粒粒的食物 其实一到冬天,相信大家都会回双岛櫃 去找遇寒的衣物 但有没有想过动物园里的小动物 又如何过冬的呢 一起去广州看看吧 网蛇有灯光浴,猴子有衣服 长颈鹿的家族都改变了 当温度低于23度的话 我们会打开电壁炉 电壁炉是会根据室温会自动调节的 还有我们会提供一些和草在地下 避免身体会直接接出水来的地板 至于猴子,工作人员将他们的家族 搞得很舒服 还为他们准备了棉麻类的衣服 在他们的住宿环境方面 我们就会用一些厚实的木板 将他们的龙舍的门窗进行封闭 同时我们还会24小时开着暖气片 空调,还有地暖来保证室内的温度 不会低于26度 另外我们还会铺爬在地面 作为黑猩猩的电料 就算他们在上面玩、睡觉 也不会冻到 为了应对寒潮低温来襲 广州动物园提前启动了 为140多种、1500多种暴雨类 两类爬行类动物提供了多种保暖措施 保证动物温暖过冬 还调整动物的饮食结构 加一些山姜、大葱、洋葱 这些乳寒的食物给他们 而且我们会确保它充足的树叶量 那么多种烤的话 大旱会有500至600斤的树叶量 会为他们增加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例如蛋饭、杂粮饅头等等 同时我们还会每周煮两次的 粟米、萝卜、骨头汤给他们饮 看到它们暖粒粒过冬 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全国多个地区视点 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数字人民币硬前包充电装方案 正式在罗湖发布 这对于不少车主来说都是好消息 数字人民币和手机支付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两个方法究竟哪个方便一点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一天上午 数字人民币硬前包充电装方案 正式在深圳罗湖发布 共同透过应用数字人民币硬前包技术 在充电装上增加了 数字人民币硬前包充电终端 车主充电结束之后 透过碰一碰 就可以完成支付 市民庄先生现场体验了一次硬前包 原来充完电了之后还需要扫码支付 现在的话直接碰一碰就可以完成支付了 快乐不少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市民直接通过点击充电桩 营幕进行充电申请 完成充电之后 直接在充电桩营幕点击 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触发充电桩硬前包支付 充电桩和我们用户的手机 都没有移动网络的情况下 也能够正常完成充电和支付的业务 我们以前联网的第三方支付的扫码 它对个人隐私的保护 它其实是有一种安全隐患的 所以硬前包的出现 就解决了以上的问题 深圳从去年10月 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以来 完成数字人民币系统改造的商户 有3万多家 应用场景逐步向政务 医疗 教育 交通 消费等全域试点 下一步的话 我们在双碳和零碳业务上 会加大投资和建设的力度 我们也会把这个数字货币的应用 推到更多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会探索 印钱包在万物互联 在物联网上的一些具体的应用 那么物物支付里面的 支付金融的工具的一种基础 就是印钱包 很多朋友一到冬天就不想移动 但其实冬季运动真的相当有益身心 而且很有趣 不过冬季运动究竟有什么类型呢 你又数得出多少种呢 不如马上带大家去吉林省看看 长春市二道区的中小学生开展了一个 百万学子上冰雪的主题日活动 一起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乐趣 同学们这句口号就是 沿东澳冰雪梦 做阳光好少年的唱语书 不单是长春市第108学校的这些同学 大型幕上的这些是二道区 全区的中小学生 同学们共同发布唱语 共跳冰雪延伸操 与此同时 冰场上的几名冰雪建议 亦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冰相表演 我练习滑冰已经三年了 我希望通过我这次的表演 能让更多的小朋友爱上滑冰 和我一起感受冰雪的乐趣 我从小学的时候 因为每年都整这个冰雪的运动 它能强身健体 然后还能多亮我们的意志 这次活动呢 我们融合了文化、体育、艺术、科技 多元化的元素 我们前期呢 通过第四届汉地冰球比赛 和冬奥知识竞赛 两项活动预热 今天是一个主题日的一个启动仪式 我们全区的中小学校 和我们今天的主会场 同时连线 共同体验冰雪运动 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作为今次活动的主会场 长春市第108学校设置了 冰雪作品展示区 冰雪运动展示园等多个展区 冰雪主题作品展 主要就是中小学生的 手抄报展、真文展、摄影展、书画展 和我们现场的泥塑制作的展览 还有我们美术教师的 沙画作品展 现在呢 是来到了冰雪作品展示区 像我手里拿的这个雪茸茸 还有这一桌子的手工作品啊 都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 那我在这观察发现啊 这个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冰敦敦和雪茸茸 除了这种常规款的 还有给这个冰敦敦穿上衣服的 给雪茸茸换上颜色的 而且这个你看看 这个雪茸茸还正在滑雪 把整个滑雪的过程都制作出来了 真是太厉害了 那现场呢 可以看到小朋友们 仍然在做这种泥塑的手工作品 你做的这个是什么呀 我做的是冰敦敦 是冰敦会的吉祥物 我感觉做的就是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冰敦会出自己的一个里面 对 穿过冰雪作品展示区 来到了冰雪运动体验区 在这里设有寒地冰球 以及滑雪体验区 这个是我们今年冬天 极力打造的 为迎接北京冰敦 宣传冰雪文化 以平面设计和立体构成 这样的艺术设计 展示冬奥会的15项竞技项目 和4项传统的趣味项目 在这之后呢 我们会把整个的活动 由体育赛事串联起来 根据我们区域的特色和多元文化 持续地提升我们本区域 冰雪运动的品质 助力诠释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冬奥时刻激情上演 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的出发区 位于海拔2198米的延庆小海陀山顶 就像一只大风筝一连起七条赛道 建设团队耗持三年的时间 沿着小海陀山的缘崖峭壁 修建起垂直落差 大概900米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施工难度之大 世上罕见 这是中国第一个奥运标准的 高山滑雪竞速和竞技场馆 和双铃的国家雪车雪梟中心 遥相废影 共同讲述着北京冬奥会 人同自然 体育同自然和谐共生的 绿色发展美念 沿庆是北京冬奥会这三个赛区里面 最有挑战性的一个赛区 我们都无法想象三年后 在沿庆就真的能够建造出 我们自己的高山滑雪中心 很大程度上是原因 高山滑雪中心 只能选在沿庆海拓山这个地区 才符合国际单向组织 对高山滑雪中心 落差达到800米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条件 后来又把雪车雪梟中心 又放在了延庆 包括两个非竞赛场馆 就是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 这样构成了延庆赛区 建设范围有16平方公里 从庆里高出 小海拓站的这个出口 就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赛区了 高山集散广场 相当于进入高山滑雪中心的 一个入口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包括中间平台 山顶出发区 两个结束区 竞速和竞技 加起来大概是八千人吧 赛道呢 有十公里长 包括高山速降 回转 两大类赛道 一共是七条赛道 垂头热沙接近九百年 最大的坡度是68% 赛道的特点呢 那就是非常的有变化 亦有山脊 亦有山谷 跳跃点 还有转弯点也非常的多 是非常有节奏的 高山滑雪中心 那一共是一条手道 现在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这个C手道 可以一直到我们这个最高点 山顶出发区 那种R298的位置 山顶出发区 我们叫做大风筝 是我们整个延庆赛区的标志建筑 俯瞰赛区 远景是关停水库和不断连绵的山脉 我觉得就像一幅大型的立体山水画一样 我们也提出来了一个设计理念 山林场馆生态冬奥 就是在满足场馆对地形贴合度的 基本的需求之外 能够跟海陀山地区的这些 非常好的生态环境 能够形成一个特别特别融洽的一种关系 拆取范围内珍贵一个树种 拆取这个移植的形式 通过这个原力上来以后 移到我们下面的移植区 进行的样子 我们把一个海陀山变成一个场合 所以它的这个挑战性 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 特别是山上的那些工人 好像是非常非常恶励 最初期的时候通过人力 罗马队 预出车 直升飞机等形式 从最原始的状态 一直到最先进的预出状态 这个赛区全部都使用过 冬天温暖太低 在下面我们感觉到很温暖 到山上温差应该差十度 去年在山顶温暖地都得动炸 下到两侧的安全网 叫做A网 它是防护等级非常高的一种安全网 在国内我们以前是没有用到过 我们专门为赛道防护 组建了一支队伍 我们是国内唯一一支专业的巡逻队 负责自然上所有的安全 承担了这个国家高山话语中心 雪道上的救援任务 会变成大众冰雪运动的 一个重要的场地 奥运会的时候 是直接划回运动员村的雪道 奥运会之后 就变成一个事项最长的大众雪道 飞雪季的时候 它还可以变成山地休闲的 一个体验的公园 经过三年的风风雨雨艰难困苦 能够圆满地收官 我参加了 我动向真的是有这种 由衷的自豪感 我们严谨是人门 但是呢 他要讲述我们的中国文化人 就特有 人和自然将得一张科学共生 将来我想 年轻的奥乡华学赛 一定是在全世界是有非常 独一不二的这种位置 我们作为建设者 不仅是为冬奥会奉献场馆 同时还能够把我们 中国的文化传播向全世界 北京东奥会 东残奥会 雪上项目和滑行项目测试活动 陆续展开 这次重要的实战演练 对比赛场地设施 场馆运行机制 以及赛事服务保障等等 进行全面的测试和检验 为进一步落实好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联练队伍 敌类经验 中文字幕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香港电台摄制队 会带大家去到郊外 继续看看猫猫的生活 听说猫猫有着强烈的阶级观念 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 不如请我们大自然大不同的监制昌哥 和我们介绍一下 大公猴在猴群之中的地位最高 但同时间它也要面对其他公猴的挑战 我们一起看看 生抽是猴子交配的季节 这个时候所有公猴的心思 都放在范茜下一代 明显的红眼线 意味着它准备交配 这只大公猴掌权已经长达十年 大公猴能否掌权下去 除了它保护猴群的能力 次猴也有权去决定大公猴的去留 虽然大公猴在猴群中最强大 但是也有机会受到它自己的猴群的挑战 这只大公猴和它的猴群起了冲突 战争一族直发 根本就在沟队 不是帖的 那只大公猴 是哪只大公猴 是哪只大公猴 哪只大公猴 是哪只大公猴 是哪只大公猴 大公喉落荒而逃 不知道他今個秋天 守不守得住他的地位呢 鳥堪神州, 精彩在線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去到廣州 黃埔長洲島 島上有不少景點 在深東太陽的照射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紀念館 黃埔君校舊子等近代革命勝地 顯得格外莊嚴、熟悟 來到節目的最後 我們一起跟隨鏡頭 去到黃埔長洲看看歷史遺跡 我們下集灣區傳媒體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